所以佛法的高妙之处就是在于境界的提升 而且这个境界一直在往上 一直达到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佛法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彻底的开悟 今天跟大家讲个故事 因为在自古以来 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嫉妒 那么嫉妒实际上为什么人都会有呢 因为嫉妒它是为了竞争一定的权益 每个人都为了竞争一点权益 对相应的产生了一些幸运者 因为在竞争当中有些人比较幸运 他得到了他拥有了 或者潜在的幸运者 就是这个人很可能会得到潜在的幸运者 会对他产生一种冷漠 贬低他或者排斥他 甚至是敌视他的心理状态 这就叫嫉妒 所以嫉妒是我们很难去除的 内心生出的一个毛病 所以每个人都会嫉妒别人 大部分的人看到别人有成就 就嫉妒难平了 心里很难过啊 看到别人受到赞赏了 赞叹了 心里就不是滋味 经常心里讲 为什么表扬不是我 而是他 那么甚至于有的人就自占毁他 为了表扬自己 就群愿把别人讲得很低下 为了表示自己的高傲 好 那么这个嫉妒就是这个病根 所以自古以来 只要有人在的时候 就会有嫉妒 那个嫉妒就是说 当别人要成功了 你就会给他家喻障碍 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不断地到处去弘扬佛法 这个 给孤独长者 他希望佛陀留在他的国家 舍卫国弘法 度化众生 这位长者 他不惜巨资 以黄金布地 向祈托太子买了一块地 买了一块地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这个故事 买了一块地 因为对方说了 你把黄金铺满地 我就把这块地给你 结果 这个 己孤独长者 他真的就把 拉了多少车的黄金过来 铺在地板上 正当他在兴建 这个奇缘经社的时候 当地的 所谓国的 当地的那些外教徒 非常的震惊 听到了这个事情 他们认为 哎呀 那是我们的地盘啊 如果驱坛 沙门来辞 我们的信徒的信念 就会受到影响啊 供养我们的人 也会减少啊 因为驱坛就是当年 对释迦牟尼佛的称呼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外教徒就想尽方法 要阻碍这个建设 这个工程的建设 就是这个奇缘经社的建设 第一个行动 他们就给 己孤独长者抗议 你为什么 要 让他到这里来 跟他讲 说 你知道 驱坛 他已有安定的住处 你们为何要 把他请到这里来 到底他有什么能耐呢 外教徒议论纷纷 是啊 为什么请他过来啊 我们在这里挺好的 但是 恭请佛陀到此 弘法 是己孤独长者的 他发过的一个心愿 因此 别人再怎么讲 他都 不受 议论的影响 那么外教徒抗议无效了 于是又向国王提出抗议 国王对佛陀呢 早就有耳闻了 听到过 而且这个国王呢 好乐佛法 很喜欢佛法 所以 他也不听 外教徒的 语言 外教徒只好又回头找 己孤独长者 他就找 己孤独长者说 如果你要邀请去谈沙门的团体来到这里 必须答应一项条件 否则啊 我们不会幸福的 哦对啊 我们不会幸福 对啊 我们不会幸福 长者就问了 那你们有何条件呢 只要将来大家能和睦相处 不管你们提出任何条件 我都会尽量想办法 外道 众徒就说了 驱谈沙门坐下有一个叫舍利弗 据说 他的智慧第一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较量较量 一笔高下 这个长者认为 哎 这个也不困难啊 他就到 王舍城 向佛陀说明此事 外教徒 要和这个 这个舍利弗一笔高下 佛陀认为 要教化守卫国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开端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于是他就派舍利弗前往 佛陀说 当地的工程正在建设 你最好先去安护当地的人行 舍利弗欢喜地答应了 感恩佛陀 走了 几孤独长者请教 舍利弗说 尊者什么时候可以和外教徒 论理较量呢 舍利弗说 那七天后吧 给他们七天的时间准备 当者马上和 这个外教徒就联络了 外教当中有一位 最被尊重的领导 领导者 就是领导那些人 他认为这是一个大事 圣败就决定于这一次的较量当中 如果输了 沙门的僧团进入城内 他们原有的利洋和地位 就会大受影响 所以这场辩论 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所以七天之中 他们到处找最好的人才 准备辩论 也召集了许多人当天助政 其孤独长者对此事 也非常的慎重 他打设了一个大讲台啊 用心安排舍利伯和外教徒的座位 坐在这里 他坐在那里 较量的日子终于到了 因为当地嘛 是在他们当地的 所以外教徒呢 就浩浩荡荡地排开阵容走进来 很多人 还有这骑马的走路的 全进来了 进来之后呢 舍利伯呢 就是单独印证 一个人坐在那里 舍利伯向众人说 好吧 时间到了 你们要选择以辩论 还是用神通来比较 外教徒说 道理从何变起啊 没有道理可以变的 还是比神通吧 对啊 比神通吧 比神通 比神通 外教徒 随机幻化出 一片非常美丽的花园 花朵盛开 芳香四溢 舍利伯一看 哦 他们幻化出一片花园了 马上 他 咻 花出 一阵清风 花园里的花摇曳 生枝 犹如仙境 可惜 没多久 花瓣叶子 纷纷地掉落 这一回 外教的叫 就输了 接着 外教徒 画出一座 清净的 池塘 里面的水 清澈 见底 所以 利伯一看 马上画出一头 大象 到清净的 水池里去洗澡 大象 一翻身 滚动 池里的水 立即浑浊 这次评分 当然又是 外教输了 那时候 外教徒非常生气啊 他们画出 一条凶恶的 九头龙 冲向 舍利弗 就这么冲过来 舍利弗 我眼睛一看 立刻画出一只 大鹏 金刺鸟 他飞翔自在 然后 稳稳当当地 坐在了 九头龙的 头上 这时候 外教徒 非常的恐慌了 他们认输了 有些人立刻 请求 皈依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顽强的人 他不服气 就离开了 那些顽强者 仍然要阻碍 工程的进行 他们还假装成 施工的工人 要求长者 让他们工作 长者心里有数啊 知道外教徒 可能会 混入工人群中 于是他就告诉舍利弗 舍利弗说 长者 工程 如果想加快进行 当然必须 我们要号召 更多的工人 好吧 让他们来吧 舍利弗自己亲自 在那里守着 做监督工作 有一天 舍利弗在大树下 看到一群工人来了 这些工人不一般 手里拿着棍子 锄头 铲子 等工具 向舍利弗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但不知道 为何 突然 人人满心疲倦 好像 要睡着一白 眼皮都抬不动 挣扎地 向前 但是脚步 却越来越沉重 不听 使唤 他们累的 全部坐在地上 而且向舍利弗求救 他们知道舍利弗 用法力了 舍利弗 即向前 为他们宣说 四地法 那些工人经了 如梦初醒 大家都被舍利弗降服 从此 工程顺利 如期地完成 奇数 及孤独源 就这么开始 就是因为有这么一段 新建的过程 所以在佛教经典里面 才会我们经常看到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利国 奇数 及孤独源 的经文 就是这么出现 所以 学佛人 不能有嫉妒的心 碰到障碍 碰到别人的嫉妒 要会 鲁鲁不动 心魔永远 无法战胜 你心中的正法正道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 学佛修心 战胜自己的心魔 所以 应该好好的 在学佛当中 懂得 不要被人间的五欲六成所染 以佛的正气 护及我们自己的身体 敢于担当 在人间 我们再凶猛的波涛骇浪 能奈我何呀 所以吞没之声 实际上 是无名之众 别人对你的好坏 对你所有的讲法 实际上 都是一些无名的众生 一旦他们明白 他们就是 有道之人 所以希望我们 要超越 心中的障碍 不要把别人 对你的一些嫉妒 给你的一些烦恼 障碍 在自己的内心 而要懂得 他 只是一时的 他也是一个可怜的 无名众生 一旦佛法 被他们所理解 他们一定会正气 浩然 他们一定会像我们一样 正气正法 得到最可贵 和宝贵的 佛法呀 好 今天跟大家 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